她開始進入了一個很hyper的狀態 是啊 我太久沒怎麼見人 你把自己藏在哪裡? 內心世界 我好像是拍《七公主》之後才拍二手電影 我是看回《七公主》的時候 我是會覺得自己還是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好 不過可能因為第一次做得非常之不好 那可能有少少的進步 大家就會覺得很明顯 那我也會很感恩那時候有這個機會可以演《七公主》的劇 我覺得現在對比起如果我現在再拍一次《二手電影》 一定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起碼我沒有了那種緊張的感覺 因為其實拍《二手電影》的時候就是迷惘出門的時候 我當時對著鏡頭說我當然沒問題 我立刻改 立刻改 但是自己內心原來都會覺得 唉 是不是我咬字真的那麼差呢? 那我就拍《二手電影》的時候會很著重自己說話 那有時候太著重說話的時候 你就會失去一些氣 但是很幸運就是我的拍檔 那她都會提醒 就是你 你是 啊 哈囉 啊 什麼事 就是因為你經常跟我拍 每一場都是有你份的 那你就會 都會提點我很多 你後面已經扯了 你真的要繼續這樣 那我就會覺得 啊 是啊 原來可以再重拍多一次 那我就覺得 會想力求完美一點 這套劇 這一年其實我是不停評論自己拍《二手電影》的過程 那我是覺得當初有很多 就是我很後悔 所以當初就是因為自己害怕青 有很多地方 我覺得可以做得更好一點 就是這樣 就是我會很希望 就是我就是不想再後悔疏 我才有我的1.9 都高呼了 曾經高呼過曉華經歷過的階段 就是出了一部劇 出了兩部劇 出了三部劇 以為自己做得OK的時候 當身邊的導演說 啊 不錯啊 不錯 誰知出了一部劇 我都經歷過一些很災難性的 feedback 回到來 之後我馬上崩潰 之後再拍下一部劇 我完全是一個在低迷的狀態去拍攝 而身邊的同事演員都知道 我有一個烏雲籠罩著我 我是 我是 那一刻 分分鐘是有一點點情緒病啊 或者失控啊 但是很快慢慢 再一步一步去拍的時候 我記得我是開始拍這個 律政強領的時候 跟方忠信 廖啟智一起拍的時候 這個陰霾開始走出了 你跟智叔 甚至是方忠信拍的 你不可能是沒有氣場的 他們是 他們站在那裡已經是一個氣場 不是說他們是惡 他們已經是一個震懾力 他們會控制到一個場 你作為新人一定會害怕的 我第一天看到師傅的時候 方忠信師傅的時候 我當然害怕 害怕得會凹水 不敢NG NG一次是 你知道那個 突然間 哇 糟了 我NG 怎麼辦 怎麼辦 妨礙師傅收工啊 但是只要你那個人準備充足 你真的每一天在家 準備劇本進去現場的時候 慢慢 你做多了 你感覺到 我根本沒有NG 我越來越多 都沒有問題 那開始你就會發現 整件事就 順了 連大佬都OK了的時候 慢慢你就開始有信心 所以我這些是 哈摩那些 流羅來的 到你打了大佬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突然間 經驗值 多那麼多 之後就不是2.0 一下子由2.0到10.0 我真的很無辜 這個是鍵詞來的 我做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做過 我們其實每天都要拍劇 每天都是 早上拍到第二天 然後再拍 其實我們沒有可能有時間 看到 私下自己約 首先 我們兩個經常都黏在一起 是真的 因為這套劇的劇情 真的需要 劇中其實只有兩個演員 難道一個去大劇 一個去西餐吃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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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一陣子 這樣傳是很無奈 其實沒有 沒有避忌 不是的 我一開始很避忌 我覺得 我一開始 一有那宗新聞的時候 我覺得 糟了 是不是我 真的不懂避忌呢 是不是有些事情要避忌一下 然後也是經過一年的等到 不停review 拍攝的過程 我覺得其實都是正常的朋友關係 就是我又不覺得自己 沒有做了些什麼 所以我後來也覺得 其實不用特意避忌 因為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因為 對 你呢 有沒有什麼事情發表 沒有什麼需要避忌 因為我們都是正常的 拍攝上的同事 拍檔 不要說朋友 我們都沒有出來吃過飯 是啊 我們連出來吃過飯都沒有 對不起 這一年有沒有約過我吃飯 沒有 沒有 突然間有壓力 有壓力 喂 我們不算是朋友 真的不算 我們真的是同事 不和了 你這樣說 你先繞他 我們只是公事上的同事 其實坐開一點 也是的 沒有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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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完了沒有 然後走一走